大家午安 欢迎收看今天4月22号礼拜一的中式五件新闻 头条来关心发生在昨天肯定的长泳活动 2000人参加没想到变成了一场海上惊魂季 很多人当场呛水失温 最新的画面接着要带你来直击当时的惊险瞬间 当天现场就有人用摄影机边游边拍 记录下了很多选手逆风游泳 风大浪大的危险景象 拍摄的人还教大家碰到这种状况先别惊慌 赶快找目标物往人多的地方游 实在撑不住赶快求救 没想到玩笑话一语成衬 肯定南湾长泳赛星2000人下水 结果风浪太大 有人拍下海上惊险的生死一瞬间 我找老半天也找不到我的队友 现在孤军奋战 沿路都是逆风逆浪 现在风浪超大超大非常大 大风大浪参赛者落单了 仅仅凭着意志力苦撑下去 否则随时会被海浪吞没 给大家一个尝试 跟队友走到的时候 找个目标物 气球或是水上摩托车 反正找人多的地方就对了 才说完一个浪打来沉到海底 还好还有服务板可以救命 真的体力不支的时候 不要害羞 手举起来就对了 力比较值钱 意思是大声呼救 让人注意到紧急情况 常有的主办单位轻呼天后 风浪太大造成有人命危 透过参赛者的镜头 让人体会到 一个人在海上漂流的生死瞬间